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对了 另外我们关队认为本案还有一些特殊的疑点 关队 目前还有两个地方我觉得有点蹊跷 第一就是 在董钱的车里发现的那个长筒望远镜 这个望远镜的材质是碳化的附合橡胶做的 随便谁一摸就能沾上指纹 但是这个上面非常干净 没有任何的指纹 当然也不排除董钱在每一次用完之后 把它擦拭干净 但是这事有点古怪 其次就是我和周警官 在第一次走访董钱的时候 发现他的酒驾上放了好几瓶的蜡菲 其中年份最早最贵的那支红酒 和董钱一起失踪了 验尸报告表明 董钱的胃里食道还有嘴里面 都没有红酒的遗留 这么贵的一瓶红酒 将近三十万就这么没了 这事有点说不过去 董队 您提在这两处一点 有什么建议性的推测 或者是侦查方向吗 像这么名贵的红酒 流通的范围应该很小吧 对 我觉得可以查找和监控一下 这种高档红酒的流通渠道 看看近期有没有人出手 以平六一年的浪费 官队的意思是 本案除了董钱 还有可能存在其他的同案 我确实怀疑这个案子 除了这个董钱和被害者 还牵连其他的人 至于这个其他人跟董钱 是不是同案 这就不好说了 就像周队刚才说过的一样 这个案子有可能 还活着更多的被害人 所以不能排除 可能是其中一个被害人所为 那你的意思是 也有可能董钱是被 某个被害人 出于报复性目的而杀害 哥 这儿 董钱上吊的现场 看他的情况有什么紧张吗 没有 通过现场侦查我们发现 完全符合上吊自杀的特性 而且我们还特别注意了一下 董钱脚下的石块数量 完全符合那个高度 他可以刚好把绳索 放在树干上制造脚索 但是现场的地质状况不好 足迹采样很困难 总之我们还没有发现 除了董钱之外 还有其他人在场的证据 那好 咱们就继续按照这个 这个方向侦查下去 尽快地核实所有被害人的身份 也按照官队所建议的 调查一下本市的高档红酒市场 争取早日 完善所有的破案细节 圆满结案 周 陪着点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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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Thorntう 都符合商调自杀 怎么符合 不是说 所谓符合 就是所有证据 推测出来的对吗 那仅凭推测 怎么就能确定 他就是商调自杀死的呢 我们肯定都是通过 合理的推测呀 我去哪儿 车里有拖车绳吗 有 去哪里 我去哪儿 关老师 我们这儿没有任何 保护措施 要不要再多叫些人 过来呀 没事 我这两只手 在里边撑着劲呢 不会有危险的 一旦不行了 我就赶紧证出来 放心吧 那您要是证不出来 该怎么办啊 上侧呢 就是你赶紧过来 抱着我的腿往上举 明白吗 中侧 就是你可以先打电话求救 再过来抱着我的腿 当然这样 我活得机率也不大了 那下侧呢 下侧 下侧就是你拿手机 给我拍个视频 然后再把队里的人叫过来 看看我冒着生命危险 做的这个试验 跟董钱自杀有什么区别 你怎么直接选择下侧了 我 我 你别拽我腿 实验还没开始呢 你 给 好 警长啊 现在实验正式开始 那个 高雅南怎么说了啊这 因为窒息而挣扎 好 这 对了 就挣扎多长时间啊 一两分钟到三五分钟 什么 那你还不赶紧掐表啊 哦 好 多长时间了 关老师 时间差不多了 我帮你 你下来吧 你别往下拽我呀 想有你的 你要弄死我 您看这石头散落的位置 和现场还是一致的啊 你等着他 你等我缓过来 看我怎么收拾你 关老师 我 我 你得这样 我 mat了 我在那个 我 你が 你轻轻偷 你 knot了 你有事 你 现在 璐 来 自己看看吧 来 自己看看吧 第一张是我刚才上吊的时候 摸出来的点儿 下一张是董钱上吊的时候 留下的痕迹 这难道 董钱不是自杀啊 那句话叫什么呢 这 百名一书 喝点声 等我下人 喝点水 来吧 喝点水 冷水 干啥 喝点水 喝点水 美酒 喝点水 好 关老师 快点 现在这4S店的销售人员 这培训素质越来越差 本来一个电话就摆平的事 害得我非得买个电瓶 来 周勋管不过博销啊 上车 那你买的东西呢 都在这儿呢 好 摸吧 别客气 CD呢 在这儿 没有精选级啊 这是最新的了 可以 我将已经比较高了 我也是 你们这儿 我去就要去哪儿 我去哪儿 你自己去哪儿 是啊 好 这两天跟我住一个房间 没休息好吧 肯定累了 好好放松放松 休息一下 这得休息休息 不会啊 这得休息休息 这得休息休息 这个 wants to show you 我感到和兴趣的把 理念一生 王宇宙 母女和王宇宙 王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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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日秋和日落 同那天家 到时间尽头一起回家 就是它了 电瓶是没电了吗 这怎么 断电保护 现在一般中高档的汽车 都具备这种电瓶低电量的断电保护 也就是说 一辆车在没启动的情况下通电 一旦车载电脑监测到 车的电瓶电量低于某个百分比 就会自动切断整车的电源 这样开车的人就不会因为 电瓶的电耗尽了 而启动不了车这种尴尬 那我们找到这个车的时候 电瓶是完全没有电的 这么说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就根本不可能发生 这种情况就根本不可能发生 は? 旋轮を停止 there 旋轮を除掉 消毒 就对 你俩回去休息吧 你放心 这个号暂时是安全的 我不知道 很难摆脱 我也不清楚背后还有谁 但是现在刘长永死药 这我不放 您看 您能不能想办法解决一下 来 来 不好意思啊 久等了 没事 没事 东西带来 带了 周队 这个呢 确实是安婷在 服役期间的所有记录 根据规定呢 只能查阅 不能复制 还请咱们这边多多谅解 谅解 没问题 能看就行 对了 关于那个无刺手枪那些呢 那个确实是安婷在服役期间 负责押运的那批报废手枪 资料里面有详细清单 您可以核对一下 周队 听说 安婷前段时间在京港 闹出了点事情 吃 说是她后来因为拒捕 吃枪剧股 那她 让我崩了 你们确定还有一个人 是这样 昨天我和关老师重新 看测了董钱的自杀现场 还有她的车 经过实地勘测 我们现在可以基本确认 无论董钱是不是自杀的 都可以确定 她的自杀现场 是由另一个人 特意给伪造出来的 此外 她那瓶消失不见的 拉肺红酒 还有她现在 入不敷出的经济状况 以及她那辆车里 莫名其妙 被耗光电量的电瓶 以上都可以作为 我们推测的佐证 那这个董钱 他们是同伙呢 还是仇人 不好说 不管这个人的真实身份 还是之前在案件中 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我感觉董钱 就是死在她手上的 这董钱有多重啊 一百四一百五 差不多 差不多 怎么了 昨天你们看她现场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 她是怎么把一个 一百多斤的人 给吊到树上 是 是不是她拿了根绳子 把她自己系了起来 然后就摔上去了 把自己摔上去 谁那么简单 有句话叫死沉死沉的 听见过吗 别说一百多斤了 你找的跟你差不多重的 你拴树上试试 不过这都是 记者上的小事 既然你们都这么确定 还有一个凶手 那得不妨朝着 这条线查下去 周队 喂 您来一下吧 晚上过去 关队 高主任在楼下 车里面验尸 有了新的情况 他想请您当面的沟通 走 我说你 仔细讲 好 老关呢 刚被高法医叫走了 说是验尸有了新的进展 行 来 我问 这两天你是不是二十四小时 行影不离地跟着老关 是啊 一直待在一起 晚上睡觉也在一块儿 我的意思是 晚上睡觉 你们是不是睡在一个房间里 这你知道的 他有没有和外界 有什么不动寻常的联系 没有 周队 您为什么一直不信任关老师呢 自从我们来到了这儿之后 关老师一心铺在案子上 尤其从一开始 我 或者是任何一名普通刑警 都有可能忽略的 甚至放弃的情况下 只有关老师坚持下来了 如果没有他的这种执着 那我们怎么可能 发现这些线索呢 你想说什么 我不知道关老师 是不是最优秀的刑警 但他的确是我见过最敬业的 如果整个支队 大家都以破案为同舟共计的话 能不能少些牵制和猜忌 我知道 是周队您把我从警校 招到这里来的 我很感激您 也很敬重您 但我真的只想好好地学习 如何做一名行政工作人员 而不是被当作 用来监视关老师的间谍 或者牵制我父亲的妻子 周队 我不会继续再做这样的事情了 走吧 老关 老关 郑哥 江州总队的技术人员 需要留下你们两个指纹 就是你们第一次来这现场 留下的指纹 他们要做个排查 要排除你 来 我们的指纹队里不都有备案吗 还灰金刚取架 但是给他印一个不就完了吗 省事了 来 马铃的 离远点 离远点 马铃的 传算大 这个是一半的 端子 我最后判断的 你现在就有什么事了 你又有什么事了 他上了 今天是你 好 赵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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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查一下 好 郭老师 对不起 你之前和这次都是因为 我只是个边外的顾问 周勋才是你真正的领导 作为一名刑警 要懂得服从命令 做你自己该做的 只要不干扰不安 就算尽到本分 郭老师 难道说您一直都 我一直都想跟你说 没必要跟我道歉 郭老师 那天晚上 您问我更喜欢您哪个样子 我想跟你说的是 不管您是哪个样子 我最喜欢的都是您 半时候的样子 先开车去吧 我先去 只有查击上周舒彤右手的部分指纹 官队没有在现场留下指纹 或者被董钱打扫的时候擦掉了 我队里的村导比对过了 比对过了 官队和周舒彤的指纹 都没有问题啊 不过 您对什么要我比对 没有为什么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你们过来 怎么也不告诉我一事啊 你们过来怎么也不告诉我一事啊 我也是奉命行事啊 有很多线索啊 现在还没有落实 不是关系 应该多派人手出去 把一些疑点啊 尽快完善 那是官队来了 好 接下来我要跟各位说的 虽然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证据做依托 但大体上都是推测 目的就是为了让各位领导 对案件的事实有一个轮廓 我后面会给一个排查的大方向 但这一块 就要麻烦江州各位领导的支持 对对对 我和老关商量过了 不管公安部对本案的管辖权 最后是否给出书面的指定 只要是侦查已结束 我们全队立马撤 谢谢支持啊 可惜了 咱们毕竟都是一家人嘛 根据我们之前所掌握的线索 认定董钱对本案所涉及的 五个被害人实施了侵害 乃至是谋杀 这个方向一定是对的 但在董钱背后 一定还有一个凶手 我们现在基本认定 这个凶手就是董钱的同案 无论这个人参与了董钱 这无企谋杀案的哪一期 我敢确定 董钱就是这个人杀的 昨天晚上我和小周去进行了实测 发现了那个 笨不该没有电的电瓶 这事怎么解释 我推测在我们走访董钱的当晚 当晚 不知名的凶手 将另一辆车开到了山崖边 然后以电瓶煤电 需要董钱过来帮忙拖车为由 将董钱引到了这里 而在这个时候 他应当已经计划好了 要除掉董钱 当然 为了防止董钱起疑 凶手应该确实放空了 电瓶里的电 对 董钱抵达之后 和凶手协商如何让车辆掉头 还能把车拖走的问题 而为什么董钱被发现时 是用拖车绳上吊的 而且死亡特征符合 上吊死亡的情形 那是因为他确实是被 拖车绳勒死的 我不知道这与凶手 事先策划的是否吻合 因为实施谋杀的时机 往往稍纵及时 机会出现了 而凶手也没有错 凶手虽然顺利地 累死了董钱 但在步骤上的偏差 却导致了一个尴尬的局面 他一个人是 拖不走自己的车的 不过很快他就发现 鉴于所有轿车的电瓶规格 基本都是统一的 所以他可以把董钱 车上的电瓶 换到自己车上 凶手自以为很巧妙地设置 却恰恰成为了 他致命的纰漏 那是因为他没有想到 董钱驾驶的那款 A4L轿车 具备低电量断电保护功能 使这个电量耗尽的电瓶 成为了本案中 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 重大疑点 我们在复查中发现 董钱车上那个 单筒望远镜上 没有留下任何指纹 这个单筒望远镜 极有可能是凶手留下的 而他将望远镜 侧距定交的位置 恰恰定在了 董钱之前抛尸的位置 他之所以这样做 应该是为了 让尸体能够尽早被发现 那他是如何伪装 董钱上雕自杀现场的呢 一旦我们确定了 董钱是被凶手 所杀这个前提 那么从他上雕自杀的现场 就不难还原 凶手伪造现场的方法 而这个自杀现场中 凶手还是百密一数 留下了现场 绳索在树干上 留下的磨损痕迹 不过 老关 之前我问过你 百十来斤的死人 把他挂在树上 就算换成我也不是 件轻松的事 这个死人是不是 他 不 没配合 这事不难 稍微有一点物理 和戒业常识的人 都做得到 什么意思 定化轮 凶手会在树上 临时设置一个定化轮 再用定化轮把尸体调上树干 最后只需要拆掉 这个定化轮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再回到现场勘查 应该不能在树上 找到安装定化轮的痕迹 关队 您的推测虽然比较大的 但确实符合逻辑 那么您认定 凶手很可能是董钱的同案 也是因为 从董钱车辆被遗弃的位置 使用他车里面 已经被调教好 焦距的望远镜 刚好指向 抛尸现场 从抛尸现场 又刚好可以看到 董钱上吊自杀的所在 凶手这么做 无非就是想 让这起连环凶杀案 以董钱未遵自杀的方式了解 刚才高法医找到我 给了我一些新的事件报告 联明好 值得注意的是 四号被害人 是从背后被勒杀的 可是他的颈椎错位 确实从左向右 通常我们从背后锁 后应该怎么做 锁后 通常锁后 通常是这样 就是这样 从你刚才这个动作 可以看出 颈椎脱鸠 应该是从右向左 这样才符合你从背后发力的 这个位置 明白 就是说 四号受害人 是被一个左撇子 从后面给来死了 可董钱不是个左撇子 从尸体的证据看来 这个凶手应该是董钱的同案 那说好的排查方向呢 小郑 你看一下那个传真传完了没有 好 好 进来 刘哥 这是你要的资料 喂 老刘 什么情况 情况倒是一切正常 不过姓叶的那小子 还不能猜到 或者是已经发现自己被监控了 一直无所事事都有希望 他肯定换了新的手机号码 不过 我们还得查出来 行吧 那我这儿也快完事了啊 等我回去 回去咱见面上 等等 根据我们之前获取的叶方舟的手机号码 技术队调到了通话记录 从这上面看呢 除了一些无关检要的号码以外 还有两个已经被停留的号码 猜出来了 估计那两个号码也查不着了吧 对 那这两个号码不是实名注册的 这小子跟他玩某手游戏呢 好 严格控制这件事情的保密范围 毕竟叶方舟以前是咱们队里的人 千万别打草惊蛇 那你说 这保密范围控制在什么程度啊 除了你和我还有 你说什么 关洪峰 对 叶方舟 关洪峰 关洪宇 如果他们不是一伙的 老官替咱破这案子对咱们有帮助 如果他们是一伙的 正好让关洪峰可以露出马脚 他到了 他到了 哥 没让人盯上啊 放心吧 没有人跟踪我 之前在京港那么多人都没围住过 到了这儿他们跟我一样 人生地不熟 可我听说的是 要是没有韩濱帮助 二一三密门残的同心犯 可能在前天晚上就落网了 现在周寻和江州的警察 都撒出去抓凶手了 他们顾不上我 找到凶手了 说起这个差点专帮 还是小周告诉我的 你是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啊 怎么是他 您好 您是物业的吗 我是修管道的 我们向沈阳警方核查过了 董钱之前在有望化工厂任职的时候 曾经有多次侵害和猥胁男性青少年的行为 其中闹得最大的仪器 受害者就是这个人 他叫冯坤 闲天二十七岁 泄露事件发生的时候 他正好当班 我们猜测 董钱一定是抓住了他一些把柄 所以迫使他 变成了一个农妇性质的邪送犯 你怎么确定就是他呢 这个披露还是你找到的 那天冯坤开车上山 开的是一辆物业公司的大众汽车 我们后来找到了这张车 并且从车上找到了董钱车上的电瓶 可是电瓶的规格应该都一样吧 董钱的车刚买了两年 他用的是奥迪原厂的电瓶 你的意思是 他一直在帮着董钱杀人 应该是 不出意外的话 抛尸的工作应该也是由他完成的 你们那次到访 惊动了他和董钱 彭恩那天晚上上山约了董钱 可能就是以商讨 如何重新掩埋和转移 之前抛弃的尸体为由 看来他是担心案发以后牵连到自己 所以才杀了董钱 并且伪造了董钱畏罪自杀的现场 而且还引导我们找到了那些尸体 恐怕不仅仅如此 刚才提到的奴仆性质的生活 致使冯坤在董钱的邪迫下 一次次帮助他实施谋杀 转移尸体 而且他还不得不用自己的一切 负担他的生活 负担董钱的生活 你和小周不是注意到 董钱入不敷出吗 其实冯坤也一样 他到现在还住在物业公司的 机器宿舍里 明下没有一分钱 就算逃跑的时候 也没有什么可待的戏软 可能就是这种胁迫的生活 让冯坤忍受到了极点 你和小周的到访 应该是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跑了 我想他应该是看到 警察频繁地出入董钱的住所 担心只包不住火 目前在逃 那你还不赶紧帮周勤去抓人啊 刘云 要不你回避一下 好 好 我们现在交接吧 这不还没到晚上呢吗 从查五次案开始 就是因为你的坚持 所以才慢慢揭开了案件的事实 每一个步骤疑点 还有每一条线索 都是在没有我的帮助下 你自己独立跟进的 所以最后的抓捕 你更有资格去完成 行啊 那现在 这个抓捕有什么方向吧 手机备忘录上都有 你照着上面 应该能摸个把读物理事 对了 话说回来了 你去南山的那天晚上 跟小周说了什么 恐怕这个案子结束的时候 你得跟小周一块回去 这个由他刚表白过的关老师 应该由你半眼刚合适 是不想的 是不想不想的 这是不想的 相当的 就是不想的 是不想的 孟老师 幸亏你提醒我要摘掉车牌 我看他还真盯着那辆车 看了很久 走 没想到你们这么快 小猴子 现如今火车 飞机 还有稍微正规一点的 长途汽车站都需要实名购票 你的选择并不多呀 你以为你骑个摩托车 我们就找不到你了 可是你恰恰疏忽了一点 我们呢对你家里 电话做了一个布控 发现你给家里去了个电话 而这个电话是从一个加油站 附近的公用电话打过去 而离这个加油站最近的 不需要身份证 就能登记的酒店 就这么一家 这条路是去沈阳的吧 你是沈阳人 出了事就往家跑 这也算是一中分当 这瓶酒不是董钱带走的 是你杀了他以后 去他家里取走的对不对 好酒啊 三十多万 放六年前也得二十多万 我猜这瓶酒是董钱用你 在有望化工厂的赔偿金买的 对吗 但我ργ来择结它 un dead 我离不顺主 我给主 底下 都被你转成立了 我自己择着 不小心 肯定够大了 对吗 地我知道 那都不打算 关那个安全门的话 你们厂子里的人死的会更多 我查过事故报告了 那两个遇难者 其实当时已经处于 化工原料之下了 没有生还的可能性 你的选择是对的 可是 他一直说是我害死了他们 他还 还让你供养他 让你帮他杀人 抛尸 对吗 好久啊 好久啊 我 六一年 就是不一樣啊 可惜沒有像樣的究極 來 第四星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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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